森美兰芙蓉修砍数目工程引发批评声浪 马华公民社会运动局主任吴建南炮轰受尾的承包商 肆意砍伐餐厅大树 让人原本拥有绿色世荣的花城 变成一座秃头城市 他甚至质疑西蒙州政府在委任承包商的时候 是否存有砍越多数用金越多的利益冲突 不过森美兰州行政议员张国祥反抢吴建南 不要在鸡蛋里挑骨头 企图炒作修砍数目可提 马华公民社会运动局主任吴建南召开记者会表明 从上个月开始接获森美兰弹边线民众的投诉 他们居住范围附近的20棵参天大树已经被砍伐 吴建南强调修剪室内的树木和砍伐树木大不相同 他更忧虑这种砍树情况会持续蔓延到森州其他地区 进一步破坏生态环境 我们呢最重要是说不要看到我们的芙蓉绿色花城啊 人家叫它Banda Hijjau 不要称为一个Banda Potak 不要称为一个光头城 我们不需要看到我们的芙蓉成为一个光头城 我们也要提醒我们的州政府跟西门这个地方政府 你们是作为地方政府你们不是树桐 你们不是树桐老板不是树桐公司 你们不需要砍树来牟利 走在森美兰芙蓉的大街上可以看到有大树遮阴 不过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身后的这些大树 还有我身旁的这棵树已经被画上了红色的标签 这也代表着这些树将在短期内被砍伐 或者进行不同程度的修建工作 当地的居民对这项决定感到非常的纳闷 希望州政府可以介入保护这些大树 我当然是希望他可以用更合理的方式去处理居民的投诉 我相信居民的投诉并不是说要把这些树砍砍砍 砍到剩下树桩这样子吧 毕竟这是一种破坏环境的行为 面对马华和民众的批评 三州城市和谐房屋地方政府及新村事务行动理事会主席张郭祥回应 当局势接获民众投诉和聆听专家的意见后 才会安排伐木工程 所有承包商都是通过公开竞标方式临选出来 而砍伐树木主要是避免树木坍塌 威胁民众的人身安全 我反而在怀疑到底吴建南 他到底想做什么 他的那个举动让人觉得很奇怪 大家都要知道如果万一发生任何路边 那个疏倒塌或者是压到我们的市民的时候 往往就是这些反对党的人士 就出来闹事 出来政治化整个事件 现在当政府我们要做一些防范工作的时候 他又出来讲三讲四 张郭祥表明 福荣市政厅的大门随时为花城子民而开 如果他们有任何疑惑 可以登门寻求帮助 他也促请吴建南不要试图政治化修砍树木课题 而是将时间专注在照顾人民福祉 八度空间黄丽婷三美兰芙蓉报导 是行过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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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